還是要再一次的堅持 剛剛我喊好和平 大家說攀得無厭 好不好 好 因為這是犧牲在地 換起他的政見要兌現 所以再一次 好和平 攀得無厭 好和平 攀得無厭 好 謝謝大家 接著我想大家可以再一次的陳述 再一次的陳述 包括在地的領長 領委會長 我們黃前正領長 他雖然是臨機帶也要來 趕來我們聲援 聲援我們今天負責平台的不合理的措施 不合理的基礎正義 我們希望不能讓好農賓 黑箱作業 我們請領長也一位會長 黃前正來講一下 這整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用一種態度對來這件事 就是什麼 叫做說者尊尊 聽者描描 也就是說目前台北市政府的態度的話就是 好吧你們抗議吧 但是我台北市我 但是我台北市是合法的 我想用台北市政府目前是用這種態度來對待這件事情 而且法令 法令也在他們解釋之下來執行的 台北市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什麼 知法玩法嘛 所以說民眾要什麼 民眾是要知的權利 我們要知道說 你之前的規劃從兩百億 原本容積一條 兩百億調到四百的時候 知道嗎 在原有博德規劃的時候 我們這一段四分之一喔 我們現在站著土地的社福用地的四分之一 它原本規劃是十五成樓 現在下半 要增加一千五百戶的時候 你需要幾樓 要不要兩倍 我們很簡單一件事情 用很簡單的數字喔 它原本兩百億的話 升到四百 升到四百的時候 高度要增加多少 Double嘛 想想看 我們這個社區一個樓層 假設說30層樓就好了 去思考一下 各位思考一下 好 那個有關於人口部分的話 也介意剛剛議員 跟其他各位先禮長的意見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麼講 廣池在九十五年的主計畫裡面 它本身所敘述的 就是說附近的公共設施不足 所以說 那個時候才有兩百一 容積率的一個規定 結果呢 現在四百 它這次計畫是告訴我們說 附近的公共設施足以復合 我想請教各位啦 我要請教各位啦 我要請教各位啦 我們在目前的公共設施裡面 增加了什麼 有沒有增加 各位告訴我 有沒有增加 沒有 對啦 好 既然在之前的公共設施之間 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那我再請教啦 我們將來的時候 逃生路線 你怎麼規劃 我們的將來要萬一 有任何避難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避難 避難空間的時候 我們走到哪裡去 規劃好了沒有 另外 這幾天 比較有個重要的訊息是說 地震引發 我們心意去之前從來沒有地震過 現在咧 一個宜蘭 宜蘭地震 我們這邊就感受地震 欸 降度 那震度不會比 不會比其他附近地區低 所以說我會認為 地震的部分也是應該在考量 我們再好 總結而言 我們三十幾層呢 我們三十幾層的那麼重的負荷 對不起 我們三十幾層的負荷那麼重的話 地盤受不了嗎 這些需要檢討 台北市政府告訴我們了沒有 就像說 好 那我想說 延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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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跟各位同事 那個就是說 我把那個 把安全交給那個 陳議員 好 謝謝 謝謝